臺灣時間 今天早上七點半 臺美是用視訊的方式 舉行了美臺政治軍事對話 參與的對象 包括了美國政軍局的助理 國務卿庫博 還有臺灣外交部及國防部等單位 觸及軍售 還有面對中國威脅等議題 中共國防部就對此表示了強烈譴責 另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是宣布 過去多次發聲支持臺灣 國際參與的助聯合國大使 科拉夫特 將要訪問臺灣 外交部證實 已經跟AIT積極協調當中 美國國務卿龐佩奧七號凌晨 發表聲明譴責香港政府 大規模逮捕泛民主派人士 並在聲明最後宣布 過去多次發聲支持臺灣 國際參與的助聯合國大使 科拉夫特 將訪問臺灣 雖沒有透露日期 但龐佩奧表示 臺灣是可靠夥伴 跟蓬勃民主政體 並且展現出一個自由的中國 所能達成的成就 川普政府卸任前 持續觸及臺灣議題 臺灣時間七號早上七點半 美國國務院政軍局助理 國務卿庫博透過視訊方式 跟臺灣進行政治軍事對話 外交部及國防部官員都有參與 國務院這次罕見提早公開行程 顯得比以往高調 也引起中國強烈反彈 但是關於對話的具體內容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不便對外透露 吳釗燮強調對話順利完成臺灣將繼續與美方就各項議題深化交流合作 國防部則表示對話是歷年來都有舉行 這一次因為疫情改視訊舉行 國防部主要配合單位是軍備局戰規司 都是實務性上的合作與探討 根據瞭解會中觸及軍售及中國威脅等議題 而美國國會山莊六號挺川普遊行發生的衝突事件 外交部也對此表示遺憾 另外針對哥倫比亞特區實施宵禁 我駐美國代表處已經發布緊急公告 提起當地國人提高警覺 並且注意安全 避免在宵禁期間外出 代表處將隨時對旅居華府地區的國人 提供必要協助 記者 韓英朋友綜合報導